那时候是有上千个小孩 然后我妈也是 那会儿就随便帮我报名 那会儿特别小 七岁 但是我们到那个门口之后 说家长不能跟着进去 我就很害怕 然后一进去之后 就一个特别大的会议室 然后一圈人 然后就有一个人 拿着那个摄影机 当时那个凯歌导演 还有那个陈宏姐 他俩就这么围着我 就这么看 然后拿那个手 会这样掰着你的脑袋 左右这么看 然后机器 然后也会来回 就这么转着我拍 然后还会问我说 你叫什么呀 然后我就如实回答 那会儿陈凯哥导演问我说 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然后我说 你叫陈凯 因为我以为那个哥 是哥哥的哥 陈凯哥 陈凯哥哥 对 然后我说你叫陈凯 他说哦 是吗 行 然后就走了 后来就没有通知了 我一度以为 是因为我把人家名字说错了 然后把我给刷下去了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延迟拍摄 然后再试戏就试那句什么 这是妈妈给我留下的那个馒头 然后再试摄 那楼我看完 我看完